对于马德里竞技来说,2018-2019赛季有点不一样,由于今年的欧冠决赛将会在湾达大都会球场举办,马进全队上下奋力争取再进决赛,借助主场之力多得大耳朵飞。 今年夏天,在留住了格列自骂之后,马进在转会市场支出超过一亿欧元,先后引进勒马二和卡利尼奇等实力汉将,全力进击欧冠。 虽然在欧冠小组赛首轮2比1击败摩纳哥,马进在西甲联赛却是遭遇困境,前四轮战绩为一胜两平一负。 但在周末的西甲第五轮赛事中,凭借着勒马二独造两球,马德里竞技客场2比0完胜赫塔费,重回胜利轨道。 西甲第六轮,马德里竞技回到万达大都会球场迎战维斯卡。 这又是一场得分的好机会。西蒙尼继续派出4-4-2的阵容。格列兹曼和别哥科斯塔搭档双前锋,科雷亚、帕尔特一、可克和勒马二搭档中场。西蒙尼斯和哥丁继续镇守后防。 第十六分钟,托马斯传球到禁区前沿,科雷亚的球后直塞给科斯塔。科斯塔在禁区右侧横敲中路,格列兹曼拍马赶来推射空门得手。 第二十九分钟,马进前场连续传导,托马斯接到科雷亚传球,随后远距离突尸冷箭,提球窜入球门左下角。 第三十分钟,科克接到勒马尔传球后挑传到禁区,科雷亚进区内强点射门没有碰到皮球,但是维斯卡门将判断失误,皮球直接飞进了球门。 经过DAR确认之后,这个禁球,有效,仅半个小时,马进主场就3比0领衔,随后西蒙尼逐渐收缩阵容,将比分保持到全场比赛结束。 最终,马德里竞技多得各项赛是三连胜,西加连赛排名越居第三,在经历了赛季之初的低迷之后,西蒙尼终于将马进带回胜利的轨道,向冠军发起最强的冲击。 虽然球队三球大胜,马进队中有一名球员却有点小尴尬,他就是迭戈科斯塔。 自从今年2月25日在对阵赛维利亚的比赛中进球之后,迭戈科斯塔在联赛再也没有取得进球,遭遇了长达15轮的西甲进球荒。 但是,迭戈科斯塔在欧连杯、欧洲超级杯和欧冠都取得进球,还帮助球队多得了欧连杯和超霸杯。 在对阵维斯卡的比赛中,科斯塔也获得了几次破门良机,最终没有找到射门靴,创造了15场零进球的尴尬记录。 对于科斯塔来说,进球那是迟早的事,只是要调整好心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